转换一下心情我们来看到昨天是万圣节 一年一度的同志大游行也在同一天登场 近超过十万人到场来共襄盛举 那么昨天我们也为您报道过 各政党都有组队来参加 而我们看到民进党的立委范云 赖品渝还有副秘书长林非凡 他们三个人在现场是戴着彩虹眼镜 还有口罩来合照 但是万万没想到却有网友把林非凡 误认成了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这就让不少支持者就笑说 难道林非凡的万圣节装扮 就是江启臣吗 意外引发话题 民主 民族 这大游行民进党组队走上街头 立委范云 赖品渝 副秘书长林非凡 还戴上彩虹眼镜 口罩一起合影 范云还把照片PO上脸书 要大家猜猜看谁是谁 没想到 居然有网友说右边是江启臣吗 赖品渝 笑风留言标注问林非凡 你怎么看 吸引大批网友朝圣 林非凡发文反酸 我跟民进党三十多位党公职 一起参与同游江启臣 不敢来 让不少支持者笑说 今年的万圣装扮是国民党主席吗 朝圣弃案投名江启臣 但两人真的有这么像吗 你觉得是同一个人吗 应该是吧 怎么说 脸型吧 还有发型 别人家的气质 发型跟造型都一样啊 对啊 对啊 就是都一样外表斯文 对啊 内心狂野 你觉得像吗 不像 国民党的那个有美人肩 可是这一张 他的美人 这边完全没有美人肩 实际拿照片比一比 两人的发型相似 脸型走 鹅蛋脸 但额头就有些不同 林非凡的太阳穴比较宽 但江启臣比较窄 还有明显的美人肩 不仔细看还有点神似 更何况戴上口罩和彩虹眼镜 五官都遮住 加上国民党第一次组队 走上街头挺同志 还获得江启臣支持 也难怪网友会误认 跟年轻人站在一起 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 期待未来能够 更多朋友投入在 这个婚姻平权的运动上面 国民党跨出挺同第一步 林非凡很感动 只是被网友误认成是江启臣 也意外成为讨论话题 明日是新闻成员 李泽民看不到